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要来聊有关黄先生他请辞了 潜见小组的召集人这件事情 以及后续的观察 首先我要表明就是 台湾要建造潜见这件事情 已经走了六十几年了 在这么艰辛的过程里面 从2016年开始 确实在黄先生的手上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也由于台湾目前国内的政治环境嘲笑也大 所以黄先生他是因为希望能够让潜见这个案子能够单纯化 因为他感觉有一些政客还有名嘴 是针对着他个人而来的 所以他才做了这一个决定 但是虽然他请辞潜见小组 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总统府这边准辞这些字眼的出现 因为说真的 以完成潜见国造这件事情 黄先生他们这几位核心的人士 甚至我认为连郭喜博士都应该获得国家的表扬 应该要得到勋章因为这难度实在太高了 建造潜见这个的难度跟IDF比起来这个难度实在超出太多了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人他们是忍辱负重 以使命感为出发点在完成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却被台湾目前内部的第五众队 还有一些投机的政客 还有不良的媒体 甚至染红的媒体 还有一些只是会蹭声量的那些名嘴 不断的抹黑 尤其都故意要导向贪腐的案件 这中间相关的情治单位 包括调查局 检察官都检查过 都调查过这么多次了 他们的家人也都一并被调查 所以当然黄先生会有不如归去的感觉 现在才原型舰下水要测试而已 后面还有七艘潜舰要建造 而且我认为 邱班长这种回答真的不是很好 某位立委从头到尾 就是在质疑有弊端 那邱班长就应该要回答 已经经过检调调查这么多次了 都没有问题 他应该跳出来讲说 这件事情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案子是你国防部的案子 不是别的部会的案子 怎么会答应他说 要继续清查 每次要太除别人的时候 绝对不手软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回答 这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那我们再说回来 为什么黄先生这时候要请辞 潜见国照的召集人 因为在之前 他仍然是属于国安之委 也算是还在公职 以他的身份 他就只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我相信他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阶段 所以趁着政权的交替交接 他干脆辞掉了这个职务 而且针对过去不断的伤害他的截钞 恶意抹黑他的这些人 提起司法上面的救济 来导正这些恶意的言论 这只有他卸下公职之后才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在过去这几年 刻意抹黑黄先生的这些人 你们要当心了 因为你们没有任何的证据 而讲出来的话 相信会有报应 而且即将就来到了 当然潜见小组不会解编 因为这一个任务编组 他已经几乎是跨单位的整合 好不容易成为了一个推动的力量 所以接下来 整个国防部的推动的方式 应该还是在潜见小组上面 但是除非总统府准辞 不然的话 现阶段我们仍然认为 黄先生除非另有任用 不然其实国家真的 应该要给他一个公道 因为当年 黄先生在担任参谋总长任内 参谋总长的服役年限 要进行修改 在当时板桥那位姓罗的 那个立委 还故意在讲说 这个是黄曙光条款 故意要蹭声量 自以为聪明 在当时黄先生听到这样 就非常不以为然 第二天马上就打报告退伍 因为他不希望因人设事 为了他而量身定做一个条款 他不喜欢这种有损民捷的事情 更何况在后来潜见推动的过程里面 都已经证明了 其实是有很多的退降 很多的有力人士 希望引荐自己的厂商 塞到潜见小组来 也都是黄先生自己一肩扛下去挡下来 台船为什么会有一个黄金马桶 那个是台船的供应商 那为什么会爆出来这件事情 后来为什么直接再找台湾的厂商 因为连海军都觉得那个报价也不太合理 所以那也不是台船的供应商 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整个事情是往好的方向来发展 那很多人说 那以前的人为什么不会化整为零 也是用伤受的方式来处理 因为以前很多人都很怕惹上一身心 没有人敢这样子 将自己的荣辱 跟潜见国造去绑在一起 这个要一个真的会做事的人出来做 去顶住这样子的压力 而且还要有总统的授权 不然海军出了这么多位潜见出身的将领 为什么会落到他头上 所以有的时候每个案子都有他的缘分 他需要有缘的人来推动 也需要有缘的人来支持 当然邱班长也有说对一件事 这2800亿的预算规模里面 其实是包含很多的设备 尤其是岸上的设备 还有包含美国的Mark 48的鱼雷 所以国内的协作者 这些中国的协作者 第五众队 还有不良的媒体 现在都导向说2800亿 直接去除以7 那之前海昆见下水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他应该要再加装什么 然后才会更好 那你开了那么多菜单 现在好现在要装了 要买了 要研发了 然后又开始出来说 太贵 占力是无价的 你希望潜见在海底 作业的时间越久 那你就要去研发锂电池啊 国外买不到 你就要自己研发 尤其我很不能接受 有些专家 明明你也知道 AIP 崛气动力系统 就那三个专利授权 那三个就不会给我们啊 然后你要逼使大家说 一定要装 AIP 崛气动力系统 这是什么逻辑 德国的燃料电池就不会卖啊 法国 它的封闭式循环系统 也不会卖啊 瑞典它的实测零主机也是不会卖啊 然后你又说 一定要有AIP 崛气动力系统 那你为什么不说 现在大家都改成锂电池系统 那买不到 我们就要研发 那你是不是要投入 你是不是要研发经费 是不是还要有测试经费 所以这都是一些很荒谬 张飞打月飞 乱杀一通的说法 然后欺负大家都对于潜见 并没有很了解 所以在误导所有的国民 然后要刻意导向说 这件事情有贪腐 请问贪在哪里 腐在哪里 有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就闭嘴 台船假如会造浅见 而且又造了八艘之后 对于台船在整个业界 它的声望 它的技术的提升 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你们再另外在检讨说 台船怎么营收状况不好 那你们怎么不去通过个法 国轮国照 给予租税上的优惠 就像我们的半导体一样 然后国内的海运公司 采购台湾自己建造的轮船 也有租税上 还有其他的减免优惠 补助 这样子他们就会买 台湾自己建造的轮船 而不是这些政客一天到晚一直在提 你这个不好 那个也不好 其实倒过来讲 就是你这样你不让他做 那样你也不让他做 什么你都不要他做 就是刻意在刁难人家 不要忘记我们军人是没有党派的 很多蓝营的政客 就是在绿营执政的时候 不断刁难国军 不断刁难军公教 公务员 让很多人对蓝营反感 他们妄想说他们执政之后 再来收容人心 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每次我都会提这件事情 就是陈水扁总统任内的时候 当时推动的6108E三项军购 当时我们在国防部 案子送到立法院 然后去立法院背询的时候 很多将领都刻意打着蓝色的领带 穿着蓝色的衬衫 或者蓝色的西装 然后再暗示委员说 他是蓝营的 可是这些政客才不管你 在台上一样把你骂的跟狗一样 骂的跟龟儿子一样 从那时候开始 国防部就有一大群人 每年一批一批的跟蓝营撕破脸 这个绝对不是个案 而是蓝营他们自己造成的反效果 为了要表演 而真正的伤害到国家安全 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后续见量产的任务 不会申辩 政策很明确 就是要量产 会申辩的问题 会发生在立法院 他的审查一定不会顺利 不要讲说什么 韩院长说 国家安全是共事 他们那些人讲的话 鬼才会相信 因为做出来都不是那样啊 他们从来不会去想 现在海师海报 那两艘80岁的潜舰 还在服役 为什么 那个就是他们在老马时代 封锁了潜舰预算 69次造成的结果 所以会发生变数全部发生在立法院 你们家的小朋友假如要去海军 要上潜舰 你会不会担心 尤其是80岁的潜舰 所以我们大家要形成舆论的力量 潜舰目前的预算编列 他现在还在量产舰跟厂商议价的部分 就让海军跟台船 他们放手去做 因为他们是专业的 像我们只是说书人 只能在旁边摇旗呐喊 替他们加油 除非台湾不需要军人 不然这些重要的装备 势必都要采购 除非台湾不需要海军 不然一定要有潜舰 而且最少最少 8艘是下限 越往上增加 台湾就越安全 所以在未来 应该是可以8加2 就是10艘的规模 台湾是海岛国家 是一个海权国家 而且位于整个东亚的 海空运输的枢纽 所以海军跟空军对台湾来讲 非常的重要 不要相信那些名嘴 或者染红的媒体 所做的报道 假如您看过我的65集 有关国造潜见的 这一个系列的影片 真的有朋友 65集全部看完 而且很多人 他们就会发现 他们对于一般记者 还有政客 所讲出来的 他们都已经会判断了 所以非常欢迎朋友 加入我们的行列 打这一场舆论战 台湾并不是靠军人在保护 而是靠全民在保护 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来打这一场舆论战 需要大家的帮忙 欢迎朋友将我们的影片 分享出去 也欢迎朋友们 加入我们的LINE社群 参与讨论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